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上去看图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4小时图 现在比特币受到了压力在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是还没有突破的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啦 如果你是在底部的位置有去做到多了 那你记得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设置止损在你的进场价位去保护你的盈利 还有保护你的本金哦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底部的这个多档你就继续拿着 那我是不太建议说这里你就去做空了 可以的话呢你可以等到更高的位置再去做空 也不迟 那更高的位置你可以注意什么位置呢 那我们现在打开肥风纳奇 从顶部这个位置 然后你拉到底部这里哦 你拉到这里 然后你可以去注意的这一些阻力位置 就是0.5 你看0.5 是之前有测试了 是没有突破的一个位置 是在16814 0.618 17134 你看这里 所以 0.5和0.618 要去管住的 我个人呢我会去注意0.618 因为之前测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突破 还有就是上方的这个阻力位哦 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呢 都是位于这一个阻力区域 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就去做空了 我会再看它接下来的走势呢会是如何 除非它出现了这个上涨到了0.5的位置 然后迅速的下跌回到来这里 我才会考虑去对冲一个小长的空单哦 那目前呢我是不会的 我会继续拿着我的多单 就看它能不能涨得更高的位置 然后再继续的下跌我才去做空 我的看法它会是在这里这一个位置去震荡吧 所以我将会在0.618去找这个机会 或是更高的位置去找这个机会 就在17600哦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币安的推荐码去注册一个账号 有20%的手续费反线 Buybit有4000美金的充值福利 10%的交易手续费折扣哦 那Bitget有抽奖活动100美金啊 那接下来Bitget将会和我合作有8000美金的充值福利哦 要关注我接下来的影片 好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的4小时图 现在的这个以太币哦 大家可以去注意它在很重要的支撑阻力互换位啊 在这个位置是还没有突破的哦 在这里 所以它刚好也是这个趋势线 你看这个趋势线哦 所以在这个位置受到的压力 有可能哦 有可能它会再一次的下跌探底 那如果说再一次的探底 它有可能会成为W形态 如果说它是跌破的话 那接下来讲会继续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1000美金的以太 现在的这个以太我也是还没有去做空哦 还在继续的看着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做空 盈亏比并没有说非常的好 当然如果你要做空的话也是可以 你在这里做空了 你的这个止损就设置在上方这个位置 那要是它突破继续的上涨 你就可以止损离场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操作策略 我自己本身呢 我是没有进行这个空单 因为现在这个反弹是还没有变弱的哦 反弹比特币和以太币目前的反弹 都还是很强势的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就像我所说的 有一些假突破差针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去对冲开这个小长的空单 如果它可以涨到更高的位置 那我会在更好的位置再去做空 这个是我的看法 因为盈亏比来说非常的好 好那我影片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好吧 谢谢你们的点赞哦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明天我将会飞去台湾啦 跟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哦 那如果你想要申请台湾的这个见面交流 会记得点击 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 记得点击这个链接 报名我的团队会跟你联系 给你知道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